你是不是也有试过把图片上传给AI之后 想要下个指令请他帮你改图片 但是最后虽然改成功了 连你的脸也都被换掉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超强的AI工具 让你在修改图片部分内容的时候 不会再被换掉脸喔 Let's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有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我是阿湯 大家应该都有想过 AI现在这么强 我只要把图片丢上去 是不是可以就简单的修修图 去掉某个背景 改掉你身上的衣服 甚至换掉你的发型呢 但是实际上试用之后都会发现 你丢到Charge GPD丢到哪里 然后只是跟他下个说 帮我把头发换成平头 帮我把衣服换成黄色 然后最后修改的 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衣服虽然可能换掉了 但是你的脸也整个被换掉了 往下我们就来分享一个 真正可以让你修改图片的AI工具吧 好大家应该都有尝试过这样做 就是将你自己的照片或是图片 丢给AI之后 然后告诉他我想要修改局部的某个东西 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想要修改我身上的这个衣服的部分 然后跟他讲说要改成什么样子 但是你会发现以Charge GPD来说的话 你把他丢上去 然后下了指令 他会像这样子 看起来衣服改是改了 但是我整个人脸也整个都被换掉了 是不是太奇怪了一点 因为在Charge GPD里面 他理解的方式是这样 他是把你图片丢上去 作为一个基准 然后加上你给他的指令之后 去生成图片 注意哦 他是生成图片 而不是修改图片哦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目前大部分AI的机制都是这样子 都是你把图片丢给他之后 再给他指令说要改什么 但是他就是按照你的指令 去生成新的图片为主 大部分的AI呢 人脸都会帮你直接换掉一个 然后直接做大修改 那究竟呢 我们要怎么让AI来帮我们修改 我们照片上的局部的内容呢 今天要来分享另外一个服务 叫做Black Forest Lab 这个公司呢 其实他们之前推出了 Flux的生成图像模型 本来就品质很好 非常的好用 那他们最近呢 推出了另外一个模型 叫Flux One Context 这一个模型呢 他这边有大概简单的介绍 比如说呢 他是输入这张图片 然后他说呢 移除他脸上的东西 你看就移除了 不见了 然后再呢 在他的这里呢 加上雪景 你看 整个都变雪景了 非常的酷吧 那这个修改到底 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 我们今天也来实际试试看 如果你想要试用的话 目前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你只要点击这边 有一个Tri Demo 他就会跳到了Flux的Playground 这里来 那你就直接去登录 然后直接开始就可以使用了 这边呢 我就用我自己的照片呢 我们来尝试几个指令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指令呢 在Flux这边 以及在ChartGPT那边 还有Google那边 个别会是怎么去做修改 然后首先Flux这边呢 我们给他下一个指令 Flux这边指令呢 目前只支援英文 好 我们给他一个深蓝色外套 然后加上白衬衫 把它送出 接下来呢 我们在ChartGPT呢 做一样的事情 上传图片之后 给他一模一样的指令 然后Google AI Studio这边 给他图片之后 然后给他一样的指令 我们来看看 Google 还有ChartGPT 还有Flux 他们个别会是怎么去做修改 Google这边已经生成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的成果 其实还不错 但是人脸呢 一样有稍微被修改了 那至少他的场景的部分呢 没有改太多 可以看到 其实差不多 只是人脸呢 一样被直接改掉了 有一点点修改 好 我们来看一下ChartGPT的部分 不意外呢 就是整张照片被改掉 包括我的人脸 整个换掉了 他变得很帅 没有错 但是我只想要改外套啊 大哥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Flux改的部分 这边Flux呢 他每次修改 会一次产生四张图片 让你去选择 他在背景的部分呢 几乎没有改动到 然后呢 人脸的部分 我们来随便选一张 放大来看一下 是不是改得非常好 他只有完全按照我的指令 只修改了衣服的部分 我的人脸的部分呢 完全没有被变动到哦 所以这个改动衣服的部分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尝试修改 第二个部分 为了方便大家快速做比对 我直接把画面呢 切成三个等份 好 左边这边呢 是Flux 然后中间是ChartGPT 右边呢 是Google AI Studio 好 我们来进行第二 round的测试 好 一样我们把这张照片呢 先个别的拉进来 顺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修改的速度 这次我们来修动的是五官 大部分AI呢 如果要改动到五官相关的 基本上脸应该都会被改掉 好 同时呢 我们这三个呢 都下一样的指令 给同样的照片 好 我们把它送出 好 Google呢修改的最快 我几乎每次测试呢 也几乎都是Google改的最快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让眼睛变大一点 然后嘴巴稍微闭起来 好 他做到了 但是呢 就是直接把我整个改掉了 不过我觉得不意外 基本上只要改动到五官的话 这个人脸的五官通常会被改的很大 好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Flux的部分 他的速度呢 只有比Google呢 再慢一点点而已 好 可以看到呢 就是又变成一个 外国人的帅哥了 四张照片呢 完全都被改动了 所以呢 这个改动五官呢 真的是一个 AI最大的罩门 好 Charge GT的部分呢 就是 跟刚刚一样啊 就是除了换了一个人之外 Charge GT有一个最大问题 它很容易被前面的Prompt 去污染到 就混合在一起 像比如我刚刚有改过这个 衣服的部分 他这次呢 衣服 一样再帮我改一次 然后人脸又换了一个 所以我们等一下Charge GT呢 会直接呢 再开一个新的 以防万一 所以五官的部分呢 帮大家验证了 基本上呢 是无法改动啦 基本上呢 如果是要改动五官的话 问题都会蛮大 那我们来再来测试一下 除了人脸以外的部分 这次我们要变动的呢 就是单纯只有 发型的部分 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的话呢 五官到底会不会被改动到 这次的话是Flux呢 最快 然后Google第二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Flux的部分 好像改的还不错哦 人脸的五官呢 完全没有被改动到 只有发型变动到 我觉得这个改的蛮好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Flux来试一下 你适合哪一种发型 然后你再给设计师看 然后叫他帮你 剪成这样的发型 我觉得还不错哦 然后Google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呢 你看 连动到头发的话 五官也整个被改掉了 Charge ET呢 虽然还没出来 生成也很慢 但是我猜测 大胆的猜测 他应该就会整个被改掉 好 果不其然 我们不用等他生成完 基本上就是整个改掉啦 下一个测试呢 我们是要在背景的部分 新增一个脚踏车 好我们来试一下 这次呢完全没有动到头发 没有动到头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他产生出来的感觉 会是怎么样 好 这次呢 Google产生的速度超快 虽然我只是要改脚踏车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人脸的部分 也是帮我改动过了 脚踏车有生成出来 但是其他的AI就是很容易 去变动到你的五官 我们看一下Flux的部分 大家应该有看出差异了 基本上他只有在后面呢 很无缝的生成了一台脚踏车 放在背景 这四张都没有问题 那五官的部分呢 都有帮我保留起来 有些呢有稍微变动到 但是他大部分都是改的还不错 四张里面至少有两张 都是可以用的 Charled GPT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 我们的下一轮呢 就不要让Charled GPT再来改好了 基本上他就一直把我整个改掉了 我们把它关掉吧 好再来这一回合呢 是大家也很常会用到的 移除图片上的某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来尝试一下 移除脚边的那个灯笼 看看会是怎么样子 这次呢我们直接让Floss还有Google来做比较就好 因为Charled GPT反正他就是人脸都会改掉 大家就不会想要用他来修改你的图片啦 我们来看一下Floss出来了 移除掉了但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模糊感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 真的很仔细去看这个图片的话 第一眼看到了应该不会特别注意到这边有被改过 但是如果你有看过原图的话应该就被注意到 我们来看一下Google的部分 Google的部分呢其实改的比较好 它移除的很好 只不过呢人脸呢可不可以还我啊 一直被修改掉啊 基本上呢修改图片的部分呢 就是以上的这几种指令啊 如果你是想要修改五官的话 大概都会有危险 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 修改背景的哪里啊 换掉身上的衣服啊 或是增加什么物品的话 用Floss呢完全没有问题 那最后我们来帮大家测试一个 大家也可能会用到的就是修图的部分 很常呢如果你看到别人的一些照片的滤镜 你也希望你自己照片呢在修图的时候 可以套用比如说什么样的滤镜 其实呢用Floss呢 或者是Google AI Studio 应该也可以做到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套用一个呢就是电影集这种滤镜的感觉 我们把它送出看看修改起来怎么样子 然后只是套用滤镜的话修改其实都还蛮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果 这个滤镜呢其实我是比较偏向用世界末日的那种滤镜 有点太暗了啦 然后这个呢一样呢脸都被改掉了 然后这边呢是滤镜有完全按照我的需求去做调整 不过太暗了 我们来换一个好了 好我们的最后一回合呢我们就直接改Floss这边就好 我们来换成日系光感的滤镜 看看它修改起来的样子 你看它就是帮我把整体的氛围调亮 然后又有一点日系的那个色调感觉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修图啊 增加物品移除物品 或是改动你身上的衣服裤子鞋子等等 你用Floss来改呢我觉得应该会得到蛮惊艳的效果 你应该也会觉得品质还不错 因为呢这个人脸完全不会变动到 除非你真的有需要变动的话 现在呢在Floss这个Playground这边使用的完全是免费的哦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看 看完上面的分享之后 你是不是想要赶快去修改你的图片呢 基本上你只要不是修改五官的话 其他的内容大致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的教学或是运用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是阿湯 下次再见 掰掰